662 第三行 非常行 我們這個班長 通常有沒有進 他迎進的職責 一看就知道 以後我們每次上課 不一定看看由班長 或者是由我們琼琼華 或者是由慈修 琼琼華大家知道是哪一位居士沒有 琼琼華全舉手 琼琼華舉舉手 知道他就是所謂的琼琼華 好 對 好 那現在我們來看這個662 月的第三行 你不要小看這一行 其實呢 假如 等一下 這個妙妙貼裡面準備好 因為他在這個倒數第六行當中 他會讓你們知道 無聲無愛州 破旺顯珍州 巧修正珠州 那個時候 你就會知道 原來 在我們的 人眼間當中 分成五州 五州不是五個禮拜 這個州的意思就是說 一個大標題 一個大標題 我就是五個大範圍的意思 所以到時候呢 你們就應該用妙妙貼 自己來注意 我會告訴你葉馬 好來 我們現在來看 引諸成名 出於苦海則 就是所謂的要接引凡夫小聖 要處理真愛兩個苦海 不管是小聖 不管是修大聖 這個真愛惡苦都難免 雖然你若是了知真愛惡苦啊 都是會牽絆眾生 束縛眾生 那你就會產生什麼樣 本不生本不妹的根性來面對 必盡空性的這一個法性 那你說何來會有真跟愛呢 但是要達到這個境界 並不是說你想就達得到 修行是點滴的功夫 一定要注意到這一點 你若是沒有辦法來了知 我們佔據的心性 它是我們的佛性 那以眾生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的阿賴也是 對不對 相應在眾生的六根門頭的話 所謂的見性 文性、常性、修性、知性、覺性 這個六根性 其實都是同一個如來照妙真如性 你沒有用這一個根性 來面對這個必盡空性的法性的話 你難以修性 為什麼 因為無始節來 我們見了境界 眼見一切設法你就當作是真 你不曉得這個設法當中 比方說這個境界 我們全宇宙 比方說有70億的人口 我們現在來講 你也只不過是70億分之一的業力而已 來共同組成這個宇宙的這個環境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不是說你想改變這個環境 這個環境就能夠讓你改 它是緣起的幻聖幻媚 好現在看我這個方向 很多人在修 在修習佛法的過程裡面 原本他知道 藏絕的心境就是我們的佛性 那因為佛性當作沒有所謂的眾生之名 對不對 那就是所謂的世尊開示的 用阿賴也是的六根性 阿賴也是六根性就是佛性 因為阿賴也是沒有實體 你是以如來藏體為體 所以我們稱為六根性 其實六根性就是同一個如來藏妙真如性 那你呢 你在六根門頭出入 你眼見一切了之色法是隨緣幻媚 耳朵聽一切音聲 你知道生存自有生媚是自信不動的 對不對 眼耳匕首生意都是如此 所以你沒有用藏絕的心境 你沒有用本不生本不媚的根性 來面對藉著緣起而換生換媚的這個法性 所謂的法性就是說一切諸法 也就是說所謂的法相一切諸法 因為一切諸法是隨緣起 它是輾轉緣起換生的一個所有的一個境界 包括世跟物都一樣 你沒有用戰極的心性 我告訴你任何一法你都怎麼樣 你都會於境界起什麼樣 起真正之心 是你的心啊 你的心性 就是說你的六四忘心 沒有辦法離開境界 因為世是什麼樣 六根面對六成境界所引發的那個世 那個世是虛妄的 是虛妄的 你那個世是因為成有 你才會對成起分別跟執著 那個世是虛妄的 也就是我們的阿曼尊者 他呢在未經世尊開示之前 他一直認為他那個六四忘心才是真心 為什麼 因為他是以六四忘心來挺穩世尊開示的法 來分別法 他不曉得你落入分別跟執著 那個是牽扯到你數次的喜氣 數次的喜氣 不是說我們的佛性 也就是說我們相應在六根門頭的 這個根性啊 完全沒有分別 那就糟糕了 你黑白不分 對不對 那個是雖分別但是不落入於分別的執著 潦潦淋淋白白的知道 宇宙萬法是幻化的 但是你不能夠否定那個法的存在 為什麼 因為法是藉因緣組合而成換生換媚 你假如否定宇宙萬法 那就相當於否定因果 就變成斷媚了 所以人家說隨緣是隨緣什麼 隨什麼緣 隨就是隨順萬法是輾轉界緣相生換生 他是不死在的 這個是稱為隨緣 隨順法的必盡空性之緣 那你要知道 你若是在意環境 你若是在環境上 你刻度出時間空間 還有當然我們眾生都有習氣 所以每一個人對於境界的認知 他一定有一個尺度 假如你認為 這個境界一定要隨著你 在法愛上面所指走的 老實告訴你 那你錯了 你錯了 為什麼 因為境界本是輾轉隨緣起 是換生換媚 什麼叫做換 不管他是生或是媚 都是沒有實體 這個稱為換生換媚 你在換生換媚的六層境界上 你想要去抓住某一個 你認為 你認為這個是如你所意 如你所想的這個境界 我跟你講 那你就是被境界牽著走 因為境界在換生換媚之下 它沒有實體 你要用沒有實體的東西 你要把它抓住 你要去盼望他 去求他不要變 這是不可能的事 這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你暫時的心性 面對必經空性 也就是法性 什麼叫做法性 法法都是安住在他的本位 他的本位是什麼 他的本位是平等法 什麼叫做平等法 就是說沒有實體 必經空性的法 他只是一個假象 你不能夠忽略假象 你連假象都忽略到了 那你就是否定因果 這樣知道老師的意思沒有 所以修行 他有他的一個 其實說竅門也不是 因為竅門是我們世俗人所說的 就是說 你又跟 面對六層境界的時候 你不要去或境界騙去 知道沒有 你假如用六四 我告訴你 不好玩的事 為什麼不好玩 你的所有六四的啟滅 都被境界綁死了 變成你是被動 境界是主動 變成怎麼樣 你 好像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你掌握境界 其實錯了 是你被境界困死了 限制住 你若是了悟 存又存境界 是幻覺幻媚 對不對 好 各自有各自的因緣 那這個時候呢 你會自在 因為我們的佛性 是窘托根層 根與層 與我們零零覺覺的佛性 是無關的 我們零零覺覺的佛性 只是像一面鏡子 六層的假象 投射在我們的 零零覺覺的心體上 我們心體只是怎麼樣 只是現出那個境界相 現出 但是任何的境界相 沒有辦法連住我們的心體 這個是修行的功夫 點滴的功夫 對不對 你要不被向連住 那你沒有用本不生本妹妹的根性 來面對萬法是必進空隙 對不對 你怎麼可能會不被連住呢 這樣有沒有辦法了知 所以在修行的境界上 你要知道 不是境界跟你作對 我再講一次 六層的境界不會跟你作對 那是什麼在跟你作對 你的業力跟你的習氣 在跟你作對 你的業力跟你的習氣 死直不放那個六層境界 為什麼 因為你的這個種子習氣 跟現行的習氣 種子習氣起現行 對不對 然後陷阱的習氣 不要忘記了 他還會再熏許種子 所以是不是越來越刺身 就在你的心境當中 你會認為說奇怪 為什麼這個境界老師跟我過不去 不是 是你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你不是用佔據的心境 你不是用佛無信來面對境界 你是用什麼來面對境界 用你的四 用你的六四忘心 那這個四 他一定有他的種子習氣 潛伏在我們八字天中 再加上種子起陷阱 比方說種子起陷阱 你初心態人道 那你現在所面對的宇宙萬華 那個就是怎麼樣 現行的習氣 會再落下去 再熏許你八字天中的種子習氣 所以說種子起現行 現行、熏種子 都是在同一個刹那 你假如認為這個境界 與你作對 我告訴你 你第一個要責備的是 責備你自己 你為什麼對自己的六四忘心 縱容他來攀掩六層境界呢 你為什麼不用佛性 你為什麼不用根性 來面對六層境界 對不對 我們常常講 零零絕絕的我們的佔己心境 就是我們的星光啊 我們的心性的智慧 他是不被六層境界所束縛的 六層境界束縛不了他 為什麼 因為他是沒有實體 他是一個假象 對不對 他假象 你假象要來束縛住 零零絕絕的決心 那個是不可能 除了是你用六四忘心 你用六四忘心 那就被六層困住了 這樣有沒有老師老師的 你要千萬記住 你要是不放過境界 你認為境界 與你作對 那個是因為你死職境界不放 那個是你用六四 再面對六層 你假如了知六層沒有實體 他是隨緣而幻覺幻媚 隨著你的業力的緣而幻覺幻媚的時候 你要注意 你若是沒有用佔據的心性 你就用你的根性 對不對 好我告訴你 你處處都會有受阻礙 你總是認為 你是天下第一個可憐的人 為什麼 他說六層境界都跟你作對 其實不是 是你自己跟他作對 對不對 是你死職不放六層的假象 不是六層境界不放過你 六層境界都在必經空性 他的必經空性 他說我告訴你 這個必經空性的話 他是外四大 但是你的內四大 是不是跟外四大是息息相關 你不放過外界的六層境界 這個四大的六層境界 那相當於你就是不放過自己 所以有的人呢 會因為六層境界的關係 他總是認為這六層境界 處處圍覽他 就是鬱嘴 對不對 鬱悶 對不對 然後呢 其嗔恨 懷恨在心 在於人是地 食物上面 總是耿耿於懷 對不對 進了大殿 禮佛雙手和食 總是希望祈求十方法界 所有的諸佛菩薩 以及所有的聖者 保佑你度過什麼關 我告訴你 什麼關 那個關卡是你自己設的 你不放過境界 所以會有關卡 你要是了知這個境界 是隨著你的夜緣而現 隨著你的夜緣而現 所以他顯現在你的 如來葬姓當中 他是怎麼樣 他是怎麼樣 他只是一個影像而已 對不對 這是你自己跟自己過一不去 是你自己 你內四大跟外四大起衝突 對不對 我告訴你 外四大的力量是何其的大 對不對 你五運生的這個小四大一定會怎麼樣 一定會怎麼樣 一般通常講說四大為何 四大為何 因為你要跟外四大對抗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常常 有的人學佛學得怎麼樣 就覺得怎麼樣 他會退到心 甚至他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沒有學佛之前 萬事順利 他不曉得那個萬 萬事那個是幻事 你以為幻事有順利嗎 不 那要是你所希望的水平角度 這個境界沒有辦法如你所願 那你又起怨恨之心 起稱恨之心 那這個學佛者總是在怎麼樣 你以情緒在修行 你不是以暫時的心境在修行 你是以情緒 是以情緒 情緒的話就會落入於 我們今天假如能夠講的話 就是所謂的喜怒哀樂 愛恨群仇 那這個就是這個 眾生都是在這八個字當中打轉 你一旦看穿 凡事自有他的幻生幻滅 凡事有他的因緣 那我有選擇的一地 我有選擇的一地 我是用六四去攀岩他 或者是我要用戰極的心境去面對他 那個就是在你自己的因緣抉擇 就是在你自己的因緣抉擇 你要用六四旺心去攀岩他 我告訴你 你恩師位 知道沒 因為六成人見見他是換生換妹 展長換生換妹啊 對不對 不是只有你一個業力因緣 還有牽扯到其他人的業力因緣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都知道 既是隨緣 那這個緣 雖然是輾轉換生 但是既然是換生 那你就會被這個換生換妹的緣 你自以為是真 那就會被束縛被拖垮了 被拖垮了 那一定要注意 你及早覺悟 及早覺悟 覺悟什麼 及早覺悟這個六四旺心 是怎麼樣 是怎麼樣 是於境界四之不放的 六四這個四 四是跟對存所引發出來的執著跟分別 我們稱為四啊 對不對 那你要是了悟到這個四性本空 對不對 四性本空 那當下你就是用如來戰廟真主性 就是用戰絕的心性在修行 你那個戰絕的心性 雖然還尚未到 世尊的那種 自內政的功夫 那個戰絕的心性 但是畢竟怎麼樣 已經漸漸漸漸漸的 怎麼樣 你已經不被環境所束縛 要注意 不要老是以為環境跟我們做對 而是你自己實質不放那個境界 是你的習氣的問題 不是境界的問題 那這個要搞清楚 這個要搞清楚 為什麼境界一定要順著你呢 你這個順是順著什麼 不是順著你的戰絕心性 是順著你的習氣 對 所以我常常問大家 縱容自己最深的是誰 要說自己 欺騙自己最深的是誰 要自己 對不對 想要成就佛大的是誰 也是說自己 對不對 你那個自己在哪裡 你那個自己在哪裡 你以五運生 那個就是假象 你假如知道是戰絕的心性上 本無一法可得 一法可得 為什麼本無一法可得 為什麼 因為那個法都是怎麼樣 都是法性 是必盡空性 對不對 你在執著他也是必盡空 你不執著他 他也是必盡空 重點是你用習氣 或是你用人六四妄心 那你六四妄心一定會牽著到習氣 對不對 所以說你修行是點滴的功夫 你要知道你下的這個點滴功夫 到底是如不如法 是如不如法 你沒有辦法像世尊的自內政的功夫 但是最起碼你知道怎麼樣 境界來的時候你要知道 他是隨緣長長換身的 你不要用四心去面對他 你要用你的六根性 用你的六根性 用你的六根性 剛剛開始比較難 為什麼 因為你一向都是用習氣 都是習氣在作稅 對不對 漸漸的漸漸的 你就會覺得說 原來不是境界的問題 要到這種功夫 那是要點滴的功夫 這點滴的功夫 那十節音樂一成熟 我告訴你 你會覺得怎麼樣 原來不被六成境界所束縛 那是何等的自在 那是何等的自在 這個時候 你不但會喘一口氣 不是說你都沒在喘氣 那個喘一口氣的意思就是說 以前 都是被你那個什麼 傲慢的習氣 嗔恨的習氣 對不對 賭氣 對不對 脾氣 手怎麼樣 手捆綁了 那現在怎麼樣 要讓他消之於無形 對不對 讓他自己消之於無形 那你讓你自己做主 你自己做主的時候 你境界怎麼樣 才不會束縛你 牽絆你 你讓境界做主 我告訴你 你處處心都不自在 處處心都不自在 講一句話 人家頂回來的時候 那是不是生成 那生成的話 是不是你的意 你的意根 對不對 就是你的意識去分別 那你就覺得說 我自尊心受損 為什麼可以對我如此 奇怪 為什麼他不能夠對你這樣 因為他也有他的視心 對不對 他也有他的習氣 對不對 所以說你就是在這個 輸啊贏啊來去生命 增減的這一個氛圍下 我告訴你 你混亂了你自己 很可惜的 你已經接受了 面對的世尊的行進大法 但是你只是知 沒有去悟 你沒有怎麼樣 你沒有用 世尊告訴我們的智慧 來面對宇宙萬華 所以有人求佛菩薩 來消代解惡 我告訴你 自己造的羊 自己造的惡 只有自己去解除 自己你怎麼解除 用你的智慧去解除 智慧在哪裡 佛菩薩開示的言語就是智慧啊 對不對 佛菩薩開示的言語就是智慧 不是在白紫黑紫上悟 而是在你的心性上來悟 對不對 但是這個悟就是功夫了 這個悟就是無心啊 那個心是什麼 是什麼心 就是戰解的心心 你那個悟在 上面上寫一次 無心 無之心 什麼心 那個是什麼心 不是你的肉團心 不是你的分別心 不是你的六四望心 而是你如如不動的心 如如不動的心 那個就是佛性啊 你的佛性 你佛菩薩的佛性 沒有惡體啊 但是你自己不會怎麼樣 沒有善用它 沒有善用它 你縱容自己的习氣 對不對 在六層境界裡面 對不對 舌子身去他身 舌子身去他身 對不對 總之做六道的留學生 那你說你什麼時候可以開悟啊 對不對 對不對 你悟是刹那之間 你不悟 那修閒境就是沉點結 看你自己 看你自己怎麼樣 來面對六層的境界 六層境界沒有錯 他是假象 那你何嘗自己不是假象 對不對 你自己也是假象啊 那假象面對假象的時候呢 那更是怎麼樣 更是迷亂 更是迷亂顛倒 對不對 那你唯有自己做主 什麼做主 佛性在做主 對不對 你的心性 清淨自性在做主 你自己做主 六層境界 他就障礙不了你 當然這個是等地功夫 剛剛開始的時候 老師跟你講 你會覺得 處處都是受限 處處都是被排斥 其實不是 那個是因為你要去除 去除你無死截來的吸氣 對不對 比方說 比方說你跌倒到 渾身都張門的灰塵 對不對 你是不是要去拍他 那在拍的時候 灰塵是不是會 灰塵會不會癢起來 非常的癢 那剛剛是你經過這個階段 這個迷霧的階段 自然而然你就會覺得 原來 原來六層境界 是一種束縛 但是你要藉著六層境界的 必經空性 來怎麼樣 來開採出 你自己的佔據心性 你面對 必經空性的法性 你沒有用佔據的心性 你沒辦法受傷 沒有辦法 你會處處受阻礙 處處處被束縛 那我們人 我們這個內四大 一定會不自在 不自在就有病痛 就有疾病 那這個是一定的 不是你身體真正有什麼疾病 對不對 四大甲合 那是你的習氣 你的習氣 來牽扯到外面六層的境界 你習氣牽扯六層境界 那你外四大來替你做主 他是幻化的 對不對 你這內四大 你怎麼去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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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的外四大 老實跟你講 是不是 所以說你是怎麼樣 自討苦吃 自討苦吃 那就看你有沒有辦法誤 現在我們回到662頁 好 又呢 傳就是 凡夫 對不對 沉淪裡於分段生死苦海 就是剛才老師所講的蛇慈生去他生 因為你有習氣 一定有業力 有業力的時候就獲業苦 獲業苦 對不對 對那是一定的 有業就是有苦 好 那名內就是身為二聖 二聖者呢 也是怎麼樣 都是停滯於便宜生死的苦海 所以二聖者是便宜生死 一直說 我要接信 凡夫 還有外道 來處理兩種的生死苦海 但是要注意 這個兩種生死苦海 哪兩種生死苦海 對 就真愛兩個苦海 非常好 那天地的公務越下 越靈感 對不對 我要問生死苦海 兩個馬上真愛 馬上隔了兩行 馬上找出這個究竟意 所以說 而達與菩提涅槃的這個彼岸 注意 處理 而達菩提涅槃的彼岸 你千萬不要有一個觀念 就是說 一定有生死苦海 一定有涅槃的彼岸 注意 什麼叫做菩提涅槃的彼岸 什麼叫做涅槃 涅槃是不是本不生本不昧 你若是能夠了悟 真愛惡苦 是千萬眾生捨子生去他生的 對不對 那你就不會起禍再造業 沒有業 你就不會隨業而輪轉 對不對 那就會達到本不生本不昧的境界 不是說生死苦海跟涅槃的彼岸 是一定有一個現象存在 要注意這一點 所以說 就是因為 世中開示 要接引凡夫 外道 小聖人 出於分斷生死 出於便宜生死 所以 世中會開啟後面的修門 這個修門指的是指什麼 妙善謀 世中妙善謀 現在呢 我們再來 接下來再看 從滿詞發問一直到詞 這個詞就是所謂的662頁 滿詞發問的話呢 當然就是從549頁一直到662頁 此為一周 一周的話 就是一個大章節 一般我們所說的一個很大的一個章節 對不對 那名為什麼周 唸出來 對 就是無身外周 對不對 就是說 眾生 夜感 還有世界 那個都是幻化 本之無身 對不對 無愛 那就五大 圓榮是無愛的 所以說 假如從 假如我們要講說 這個無身無愛周的話呢 那你就要了悟 對不對 從549頁一直到662頁 這個就是指 無身無愛周 從這個滿詞發問 就是從滿詞請世世尊開示 對不對 對不對 進到我們暫節的心性 對不對 不利一法 不染一乘 那為什麼會有三合大對 會有眾生 會有業果呢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世尊開示者 無身無愛周 無身無愛周 好 那現在呢 你們現在在這個空白之處 在空白之處 現在662頁 你們有沒有看到無身無愛周 好 那你現在翻到548頁 有一定有一個破旺顯正周 548 你在旁邊 先記下來 先記下來 然後呢 你就知道 548頁 那個是什麼周啊 什麼周 對 破旺顯正周 因為呢 這個 佛羅納米多羅尼子情法 開始呢 549 所以548頁 以前 就是所謂的破旺顯正周 破旺顯正周 你在旁邊先記一下 好 好 那記住 在這個500 我們剛才講到662頁 是不是無身無愛周 好 那麼呢 到達1118頁 就是巧修正周 你們先記下來 你要是有一個 那個 你把課判帶來的話 你就可以註明 在頁碼 但是你在這個662頁 最好全部都寫下去 這樣子的話 你在回去的時候再停下去 好 你現在看到 1118頁 有沒有一個叫做巧修正周 你翻翻看 1118 這個一個是相當一個很大的篇幅 很大的一個篇幅 有沒有找到 有沒有找到1118頁 有沒有 找到了沒有 有些人說老師好像找不到 1118頁裡面 他就會有一個巧修正周 好 然後你再看 你再註明一下 1213頁 就是所謂的 原位因果周 1213頁 到達的1213頁 你現在寫到旁邊就好了 你這樣子翻的話 你可能一集會找不到 在1213頁之前 就是屬於圓 圓滿的圓 圓位因果周 好 好 那假如在1552頁 那個就是什麼 那個就是什麼 超有出摩周 就是所謂的我們以前所探究過的五十陰謀 所以說 然後呢 假如我們的內言經 你要子序去分成 有這個五大的這個周平符的話 那就是所謂的 破旺選真周 無聲無愛周 巧修正柱周 遠位因果周 還有呢 超有出摩周 你只要寫出來 超就是超 超越的 超有出摩周 這個都是1552頁 這個篇幅之大 我相信大家 你看那個科判比較清楚 因為科判會告訴你 你先寫在662頁 回去的時候才找這個科判 你就會覺得說 喔 原來你看 像這個破旺 像這個無聲無愛周 從549頁到662頁 阿難請示中開示 對不對 滿時發問 對不對 好 一直到662頁 原來 這個 將近100多頁 原來 那個都是在探究 無聲無愛周 你現在一看的時候 你就知道 喔 原來他裡面有涵蓋了什麼 涵蓋了什麼 涵蓋了什麼 好 因為呢 他剛好呢 在講這個 這個五大周 注意五大周 不是亞洲 美洲 非洲 那個周 要注意 好 現在我們來看 正脈瑜 好 我們來看 倒數第六行 662頁 倒數第二行 第六行 正脈書當中 人眼正脈書當中 提出啦 他說呢 前周 這個前一周 因為我們現在在探究的是 無聲無愛周 那無聲無愛周的前一周 就是所謂的 破忘選真周 這破忘選真周 當中呢 就是在談 空如來賬 破忘選真就是十番簡見 對不對 好 而且呢 還有三番破事 對不對 好 這個就是前一周 就是破忘選真周 當中呢 彈的 就是彈空如來賬 是以師尊 以拳巧來指指眾生的自心 好 本具有妙定之體 這個妙定之體 這個就是所謂的 嫩言大定之體 好 而且呢 極選 它是常柱 是周片的 常柱如如不動 不生不昧 不來不去 不爭不減 周片 就是圓滿十方法界 好 此一周 此一周 是哪一周 無聲無愛周 很好 此一周 就是從549月 一直到662 662 這個呢 這一周 在這個無聲無愛周 所談的 是指後兩個儒來賬 哪兩個儒來賬 很好 注意儒來賬不是有三個儒來賬 他這個是 針對眾生的迷惘 世尊用三儒來賬心 用三儒來賬 合為一個儒來賬心 所以說 他這個兩個儒來賬指的是指什麼 前面一個空儒來賬 那後面兩個就是怎麼樣 不空儒來賬 以及空不空儒來賬 乃至於要圓融三藏 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 因為圓融三藏 就是我們一個佛心 佛性 以 想發自心 什麼叫做想發自心 就是說 以詳細的來開發顯現眾生的自心 他本具有妙定之體以及用 空儒來賬 最主要的是要指指眾生的自心 本具什麼 本具什麼 很好 本具妙定之體 好 那麼後面兩個儒來賬 就是空儒來賬 跟空不空儒來賬 對不對 後面兩個就是不空儒來賬 以及空不空儒來賬 最主要是要讓眾生了之 眾生的自心當中 本具有妙定之體以及用 有沒有看到 所以說本具妙定之體 是在我們這個 右邊這一行 本具妙定之體以及用 這個就是什麼 在左邊一行而已 所以說相隔一行 相隔一行 好 所以說要極顯其無愛圓榮 什麼叫做無愛圓榮 所謂的無愛就是說 因為你一提取妙用 提注意 提是佔極如如不動 是佔極如如不動 他所謂的妙用 也是一樣是圓榮無愛 所以說 佔極如不動 最主要是要一提取妙 這個時候就會顯示出怎麼樣 他是無愛圓榮的注意 你要圓榮無愛 你一定要一提取妙用 才可以圓榮無愛 對不對 因為這個提是常駐周片 你沒有用常駐周片的 嫩言大 這個嫩言大定之體 也就是自信定 也就是否定之體 你沒有辦法 起圓榮無愛的妙用 所以要注意 所以有人講說 老師要圓榮無愛 那你圓榮無愛的話 你們用常駐周片的佔極心性 常駐周片的嫩言大定之體 你怎麼有可能起妙用 會變成圓榮無愛 所以說常駐周片 那個是在指體 嫩言大定之體 好 那麼圓榮無愛 那個是在指一體所起的妙用 所以光是這三行 你看你可以引出多少的法義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呢 此句是十方如來 得成菩提 你可以加幾個字 這個就是十方如來 之所以可以怎麼樣 正得菩提妙圓的真心 是怎麼樣 是不需要假戒休息的 如主之本定 注意 十方三世一切諸佛 之所以可以正得菩提妙圓的真心 並沒有所謂的心得得到什麼妙圓的真心 而是開採出眾生本聚的佛定 就是自信定 這個就是十方如來 所以得以正成菩提妙圓明心 對不對 妙圓的真心 是不需要假戒休息 所以說我們的妙圓真心不是修來的 而是怎麼樣 而是眾生本聚具足 是本聚具足的 好 這個不假休息如如之本定 為什麼是如如 因為 因為戰極的新星 他是常駐作片 他的妙用是遠榮無礙 所以是成為如如之本定 好 那麼呢 假如在三明當中 三明什麼叫做三明 哪三明 對 可是我們的班長也在監禁 就是所謂的妙圓摩他 妙三摩還有禪定 因為阿南尊者他問的話 因為他不曉得 這個三明就是所謂的 我們任言大定的這個眾明 所以他要叫妙圓摩他 多加一個妙字 妙圓摩他 妙三摩妙禪 也可以叫妙禪那 假如呢 就是在三明當中的這個妙圓摩他 妙圓摩他 假如你要了解這一段的話 你可以在表解二十四頁 你就可以找得到 但是 你要能夠悟到 能夠撤悟到這個妙圓摩他 你必須怎麼樣 必須要能夠微密的關照 要能夠微密的關照 好 那又呢 此心此定 什麼 哪一個心哪一個定 我們常住的真心 對不對 那此定 這個定 也就是三昧的正定 對不對 那麼一切眾生來自於 全小 好 為什麼 都沒有辦法如實的撤之 西不撤之 都沒有辦法 如實的 很如實的 去誤之 所以才會錯亂休息 當然中午時過 為什麼 為什麼會錯亂休息 就是老師上課之前 所講的那一段 你是不是在錯亂休息 對不對 你是不是不如實而知 那你自己就可以檢測你自己 對不對 好 當然你錯亂休息 那就是中午時過 沒有時過 因為你不是用 本不生本不滅為 因地心 你不是用本不生本不滅的根性為因地心 當然你要達到究竟的果決 那沒有辦法 為什麼因為你因地心就錯了 對不對 你因地心錯了 你沒有辦法達到究竟的果決 好 那現在我們繼續來 所以說 在經題四個死法當中 正是屬於如來祕音 所以有人問你 什麼叫做妙蛇摸他 妙蛇摸他就是文蜜觀照 文蜜觀照是什麼 就是如來祕音 四死法當中 現在你們先註明一下 正屬於如來祕音 我們馬上會講到 你註明在15頁 你前面寫一個0015 也不然你寫一個15的話 有時候旁邊你剛好有寫字 就找不到 所以就0014到0015 我們馬上 馬上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 那個妙妙貼 就趕快拿出來 妙禮 廟禮 廟禮 就是要以廟字貼廟禮 廟字才能夠相應廟禮 所以說正如意如來祕音 好 這個地方我們要所謂了知的就是說 正中芬 正中芬 正中芬至此 已經說了蛇母他露 但是正中芬 到這邊還沒有圓滿 到這邊還沒有圓滿 所以說 蛇母他露 五密陰大開圓界 好現在呢 注意 現在你們現在翻到0014 就翻到前面14頁 前面的14頁 什麼叫做如來密陰 有人說 老師那個妙蛇母他 也就是說 你要策悟這個妙蛇母他 你一定要文密觀照 那文密觀照正是屬於如來密陰 那這個妙蛇母他如來密陰 跟這個文密觀照跟如來密陰 彼此呢 又是什麼樣的一個法衣的貫穿呢 好現在你們翻到0014頁 0014 有沒有找到0014頁 就是所謂的14頁 有人說0014 他說沒有老師在哪裡呢 就是所謂的 卻掉前面的兩個0 就是所謂的14頁 有沒有看到 好 其實這個 如來密陰是出現在第15頁 有沒有看到第15頁的第三頁 有沒有看到如來密陰 但是呢 因為你要講到如來密陰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看到 先來探究大佛頂這三個字 好 許使您 我們要講我們的經題 經題 就是我們本經的這個題 這個本題 好 你現在看到第15頁 最左邊的每一頁都有出現這幾個字 但是有幾個人注意到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這個小字的 有沒有看到大佛頂 有看到沒有 好 如來密陰有沒有看到 好 修正了意 看到了 好 好 諸菩薩萬恨 守內眼 假如到這個守內眼的話 那是19個字 那假如加上一個經 好 守內眼經的這個經 那總共就是20個字 所以 假如這個 最主要你要探究這個 這個經題 題目的題 然後你就說 大佛頂 主來密陰修正了意 諸菩薩萬恨守內眼 知道沒有 後面就穿一個大塊 那個經題的經 我們要講出來 沒有要不要講 有一個小缺洞 聽到沒有 好 現在我們來看到 什麼叫做大佛頂 這個三個字 好 看他第14頁 有的人說 喔 老師這樣我就知道 為什麼每一頁 都會出現 在左邊最小的字 每一頁都有 很愛的題目 經題 對不對 就相當於你的名字 像窮窮華 對不對 不可能跑到玉莓這邊來 對不對 所以說 大佛頂 主來密 因修正了意 諸菩薩萬恨守內眼經 這個都是有方法的 都是有他的 他這個權益的所在 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來看 大佛頂三個字 就是能佔能表 下面這四個十法 是為所佔所表 那是不是看到 大佛頂是什麼 能佔能表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下子四法 就是什麼樣 所佔所表 下面的四法 是哪四法 對 那是不是四個 對不對 如來密因修正了意 諸菩薩萬恨守內眼 對不對 是不是四法 能佔能表的是不是大佛頂 下面這四個十法 四個 你這個四法 這個法的上面 你就多了 給他多寫一個十 十十在家的十 四十法 是所佔所表 那當然 這個大內就是所謂的稱讚之意 其實是無有言語 可以能夠全站得了 來佔下面的四法 有言什麼釋金 有言什麼釋金 大什麼 大什麼 唸出來啊 有言大什麼齋 大什麼齋 大什麼齋 窮窮法 這個字唸什麼 通常我們講 愛哉 對不對 意思就是真正的實在是 我言齒難以全欲 所以說有言大愛在世今也 就是一個讚嘆 極其的讚嘆 有人說 有人認為說 老師 這個如來密陰 知道這個如來密陰是什麼 是一個大陰 則知密陰是為大陰 所以稱為如來密陰 得以成菩提固 為什麼如來密陰是大陰 是屬於大陰 好你現在我沒看到 你現在用那個鉛筆 第二行是不是有一個大陰 好那 是不是還有一個了意的那個大意 妄恨是不是大行 嫩言是不是大定 那所以說有一個大陰 大意大行大定 好注意 那這個大陰的旁邊 你寫一個理法 理 道理的理 法就是宇宙萬法的法 禮法就是所謂的大陰 那大陰呢就是指教法 教法 好 那麼呢 萬恨也可以講萬行 萬行是刑法 大家看到這個大行就是刑法 如實之行 好那能言呢 能言就大定 那個是國法 三昧大定 國 對不對 英國的國 國法 好 注意 那下面有一個字是王 那個不能說念王 那個就是念成望 望三昧故 就是說一切三昧的怎麼樣 一切三昧的什麼樣 三昧的獨城 據此諸大就是為大金 所以我們稱為 大佛頂主人命 明修正了意 諸不善忘恨 所嫩嚴經 有沒有 所謂的大金 那一定要據此諸大 哪之大 念出來 哪諸大 對啦 對啦 那就是這個四大 所謂的 不是滴水浮風的四大 至於 一定要據此諸大 才是所謂大金 好 所以呢 我們手標有個大 有沒有大佛頂 那個大子是怎麼樣 意思是怎麼樣 要領受此事經者 當一道什麼 大教來解大禮 能夠稱 那稱就是一 依照大禮 才能夠取大行 那這個有 這個大禮 一定要是了義之教 才是大禮 對不對 好 那稱一 稱就是一 一大禮 才能夠取大行 就是如實之行 那圓滿的如實之行 才可以贈得大國 大國就是究竟之國 所以說你 以變成大佛頂是能占 下面的釋法是為所占 其實這個能跟所 它那個是在全釋法意上 並不是說真正的有一個能所 那一個是能占 一個是所占 所以說一定要具足這四個大音 具足這個四個大意 具足大 足大就是大音大意大行大 大定才能夠稱為是大經 這樣了知了 好 那現在呢 你們直接到達下面 望下 就是說在十四頁當中 大數第四行 好 所以說你 假如下面釋法 我們有沒有看到那個 知妙音是 知道密音是為妙音有沒有 我們這邊開始 所以 假如能夠如實之密音 這個密音就是如來密音 如來密音就是為妙音 因心果絕 因地心果地絕 是惡不別故 所謂的因地心跟果地絕 是不是同一個如來藏體 所以說沒有所謂的惡體之別 那了義是什麼 了義是什麼 了義是妙義 了義 了義就是第一義地大空 才能夠成為了義 不是你自己說自己的 所以說了義是了什麼義 了第一義地大空 那才是成為了義 了義就是成為的妙義 那因門深入得以能夠六根清淨之故 這個就是所謂的了義 那什麼稱為妄恨呢 什麼稱為妄恨 妄恨就是大行 對不對 妄恨就是所謂的是妙行 為什麼 因為可以趁真如禮 而中中留入故 趁真如禮 就依於如實之禮 那中中留入的意思就是 不偏空以及有 究竟的真如之禮 那就是所謂的如如次 才能夠相應於如如禮 對不對 那嫩言這兩個字所謂的妙定 就是說我們自信本據的 後面四個字念出來 這個要畫雙條線 我們的嫩言就是自信定 也就是所謂的妙定 眾生本據之定 是不假戒修行 在這個地方一定要注意 所謂的不假戒修行 不是說你不需要去修行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意思就是說 我們自信的本定 他不是藉著修 而有的 是眾生本據 但是要藉修 才能夠開顯出來 這樣知道沒有 有人就看到這個 自信本據 不需要假戒修成 這樣透明 他就怎麼樣 就懈怠 更是錯覺活義 對不對 不假戒修行 這個是以自信本定 這四個字來講 你自信本之具足 有佛性之內言大定 但是你為什麼沒有辦法 來奇妙用 為什麼沒有辦法奇妙用 那是因為你還沒有開采出 你的自信本定 雖然本之具足 比方說 看到這個方向 這個地方很多人都起錯覺 錯覺佛義 比方說 你說你有一句 你有一座金礦 那你可不可以跟你講說 我有多少的金 我有多少的真金 對不對 真金在哪裡 真金在哪裡 沒有錯 金礦當中有真金 可惜怎麼樣 這個礦山不是真的 不是999.99的了 知道沒有 為什麼 因為你還沒有提煉出來 你本自有這一座金礦 但是你還沒有加以提煉 還沒有去到雜質 所以真金有沒有辦法 顯示在眾人之面前 沒有 只看到礦山金礦而已 金礦沒有錯 他是有金 是有金 是本自有金 對不對 真金是不是含常在金礦當中 你不能講說金礦就是金 對不對 因為他還沒有開采出來 所以說我們眾生的自信定 佛定 對不對 與十方諸佛的定 三面正定 沒有二體 但是為什麼人家能夠一體 奇妙用 我們反覆眾生還不行 還在捨此生居他生 為什麼 有啊 你也有本具的佛性之定 為什麼 你還沒有開采出來 他這個意思是講這樣 我們自信是本之具足 不是假借修成的 但是呢 也是必須要借修而顯 你在這個不假修成 但是你旁邊寫一個 要怎麼樣 要借修才能顯 不然的話 有很多人都錯覺佛意 有些是外道 看到這一句 你說你看 對不對 你們佛門裡面 也是講啊 自信本具 不需要假借修成 不需要 所以就怎麼樣 他就是說盲修下令 所以說你錯覺佛意啊 那這是很可怕的 這很可怕的 踏實者 那是法 唸得出來嗎 大� privile 大�下定 就是這樣 要加上一個大 這個大不是大小的大 這個大就是所謂的 极其殊勝五比 没有办法用言辞来叙述的 所以说最主要是要我们了悟 否定的意思就是要令受持世经者注意 受持这个注意 你要领受世经 而且要怎么样 要持世经之了义之教 受持世经者 当一怎么样 下面这几个字念出来 对妙耳门之妙教 就是所谓的观讯不上耳根源通 他能够悟什么 对所以说你受持世经者 为什么这边要特别用一个否定这两个字 重点就是说要令受持世经者 要依照怎么样 妙耳门的妙教 还有要悟到如那上乡的妙礼 从妙礼起妙行圆满妙行正妙果 这样知道没有 所以说假如有人问你说 为什么一定要用佛顶这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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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跟他讲要全是就是为了要令凡是受持世经 就是这个任言大经的所有的受持者 要依照妙耳门之妙教 要依照妙耳门之妙教 才能够悟如来藏性的妙礼 从妙礼起如实的妙行圆满妙行之后 才能够正到妙果 知道没有 所以要用佛顶这个字 这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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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全是 这样了知了没有 集结集者 都取这三个字 也就是大佛顶 这三个字 冠于荆蹄之手 冠于荆蹄之手 所以说为什么 这个如来密音上面有一个大佛顶 这三个字 重点就是大佛顶叫做喊妙教 妙礼妙行妙果 都是用妙 那妙的意思是什么 超乎众生的思维想像 不可思不可意 他说成为一个妙 你说这个妙教的话 有没有看到妙耳门 观星菩萨耳根言通的妙耳门 物如来藏性之妙礼 山如来藏 对不对 这圆荣山藏 从妙礼起妙行 是五十五位 对不对 满妙行正成妙果究竟的果决 好这样了知了没有 这个是大概做一个 一个诠释一个介绍 好现在我们来看 如来密音 有没有看到这四个字 好注意 虽然都是在文字像上面探究 但是这里面所具足的法意也是不可思议 有人讲如来密音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你要透视 你要能够了悟真正的大佛顶如来密音 这个四个字 你如何来作为诠释 等一下我们会特别用这个密音 跟假如你将如来或是密音 拆成两个字两个字来诠释的时候 你应该如何来诠释 好现在我们来看 如来密这个如来 如来这两个字 大家绝对不陌生 是诸佛之通号 佛有十号如来为第一号 过来你那个佛之十号 你念得出来吗 念得出来吗 念念看 对上师世间接入上师条玉 什么 对 这个就是佛有十号很好 大家都不陌生 好 乃呢 我们必须要怎么样 必须要怎么样 乃怎么样 念下来 乃要怎么样 先得之号 乃是要仿同先得之号 这个号啊 这个上面写一个字 这样就比较容易了解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用得号这两个字呢 因为佛佛怎么样 对 一切诸佛呢 都是怎么样 都是以本不生本不昧的根性 来证成究竟果位的 所以 后佛如先佛之再来 那意思就是说佛佛道同 有人说分成乃尊佛 那个是以印识来讲 佛有先后 但是佛佛是不是道同 对不对 好 那你这个地方写一个表解的第六月 先写好 好 宗实 宗实就是宗教跟实教 宗教就是所谓的实教 他这个地方 比方说宗教实教 他的教义里面 重点就是在指什么 如来藏随缘 阿拉也是缘起无自信 一切皆如 这个在我们表解的第六月有 所以我现在先诠释下来 如是为本觉 来是视觉 依照本觉 本不生本不昧的理性 好 注意 这个理性注意 这个理性不是一般我们讲说 你有没有理性 这个理是指离体 跟什么样 跟这个藏性 所以我们讲的理 理性理性 理是指体 那这个性指是妙性 所以称为理性 本不生本不昧的理性 起始觉之志 然后呢 来回光返照之观志 起回光返照的观志 那是一定要怎么样 你起始觉之志之后 你始觉 当于本觉 将弃入之时 那就是怎么样 始本合一 就始本合一 你们现在就是在开采 你们的始觉之志 现在我们在做诸位的居士大德 就是你们现在正式依照 世尊所开示的 很嫩言大法的法义 其始觉之志 要来回归于我们本觉的理体 今天要注意 你们现在都是在开采始觉之志 对不对 而且但是你必须要 以回光返照的观照 那回光返照的观照 依到妙制 来正妙里 注意喔 这个妙制才能够正到妙里 所以说那当始觉 与本觉合一 这个合一就是契合的意思 合一是契合的意思 什么叫做契合 没有来去 没有生妹 没有贞减 这个才是能够完全契合 对不对 有人讲说他们两个人很香气 那就是怎么样 不分彼此 始本二觉讲 是以始觉之志 要来契入于本觉的理体 其实始觉之志 是必须要开采出始觉之志 那你要开采出始觉之志 是不是要依照本不生本不密的根性 才能够开采出始觉之志 然后最后才能够契入于我们本觉的妙里 知道没有 所以现在我们叫做诸位菩萨居士大德 你们现在就是在依道如来的如如妙里 对不对 开采出你的始觉之志 然后要未来 也就是现在已经渐进世了 要契入于怎么样 本不生本不媚的如如之志的妙里 这样知道没有 所以说名为究竟觉 什么叫做究竟觉 究竟觉就是本不生本不媚的觉 就是究竟觉 方承佛道 方承如来 我们将这个如来密音 好你现在先按住 方承如来这个地方 好 那现在呢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光字 回光缓照这个光字 好 你现在大拇指跟食指都按住在这个地方 现在看我这个方向 很多人啊 很多人啊 这个 当然在美国方面 这个双低的 这个doctor 他就有曾经问过这个问题 老师 为什么那个觉观 觉观知道没有 觉观 他不是究竟 通常我们讲观照观照 那观照就是说 以始觉之志来去 本觉的理理 对不对 那为什么觉观他还不是究竟 觉啦 觉观 对不对 因为他有一个能观 跟所观 对不对 那这个在觉观的话呢 假如我们以这个 这个以世禅来讲 以世禅来讲 三禅是不是 风灾还会到 对不对 风灾还会到 这个后面会讲到 那因为有觉观 有人会讲说 老师 那个三禅 三禅天 风灾还会到 不是都已经是圣者了吗 对不对 那风灾还会到 还会召感风灾 那怎么 这个 那这样子的话 那为什么还 还能够觉观 因为他还不是究竟 还不是究竟 为什么 因为觉观有一个能观 跟所观 那是不是这个能观 就变成怎么样 没有办法离开 这个怎么样 离开这个身 这个身 是不是有 是不是世大 好 你这个世大 小世大 会不会 与外世大 有所相连 这边有关系 所以说仍然还会 遭怎么样 我们这个小世大 仍然 以觉观来讲 因为他还不是究竟 仍然还会再召感外世大 这个是相当深奥的了 老师只是稍微提醒大家而已 绝观不是究竟 绝观不是究竟 所以说很多人 都喜欢在禅修方面下观 但是你若是这个 这个礼 庙礼方面 没有办法来透彻的话 你所起之修行 那真是不究竟 光是这个觉观 为什么说这个觉观 一个能观所观 还有一个能观跟所观 为什么 因为还仍然离不开你 这个世大家合之体 有一个能观者 还有一个所观之境 对不对 那能观者是不是有小世大 小世大 那外世大 仍然会有所什么 还没有办法究竟 知道没有 所以说为什么在始觉自治 要去入 我们这本觉的离体 才可以称为 什么 究竟觉 究竟 究竟就是怎么样 就是完全 就是完全的契入 我们的觉性 就是究竟觉 所以一般我们说 觉观觉观 有人问说 为什么觉观 还不是究竟 那最主要就是 有觉观 就一个能观跟所观 这样知道 这个是一种 一个补充的资料 一定要特别记起来 那现在我们来讲 以三声来讲 大家都知道 都背得出来 法声 报声 硬化声 这个声注意 这个声是指积聚之意识 不是一般我们所说的 这个五大甲合之声 要注意这个声是指积聚之意里 有 法声如来 以范园来讲 就是说 譬如之那 那华园 那华园就是说 称为什么 骗一切出 这个积聚礼法 注意 这个礼跟法 上面都要加一个庙子 这个积聚 积聚礼 以慕礼 跟妙法 以为生 知道没 积聚妙礼 妙法 以为生 以真如的妙礼 以猶如虚空骗一切处 那经典上所讲的 这个大家绝对莫陌生 有人讲说老师赶快告诉我们那个页嘛 很好 374页 374页里面就是我们仁延经本经当中有讲到 常驻妙明不动周圆 求于去来迷雾生死 怎么样 知道吗 他说了不可得 那是不是本无依法可得 所以说 当然我们讲 我们的这个战局的心性 他就讲 就是这四个意义 常驻妙明不动周圆 你若是要在这个 我们的常驻妙园不动周里的战局心性当中 你要求有来有去有迷有物有生有死 那个是了不可得 是了不可得的 意思就是说怎么样 在我们如来藏性的真场当中 要求其去来等相 那个是了不可得 就是在374页 那个就是法身之意 所以法身的话 什么叫法身 你可以再讲 就所谓的常驻妙明不动周圆 在这个常驻妙明不动周圆的 这一个 以 妙理妙法为生 之法 生如来当中 你要求其去来生命等相 迷雾等相 那个是了不可得 注意这个生是指 积聚的意思 积聚 积聚 好 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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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周圆当中的这个法身的离体当中 你要求其来 迷雾生死是了不可得 对不对 所以说是诸祸接近 智慧圆满 那经典上我们的本经上面有讲 明吉吉如来 这个 大家比较陌生 这个以后我们会讲到你先注明992页 那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本明 本庙本明本觉这个本明已经正吉了 正吉所谓的正吉就是说 已经开采出来了 我们常住妙名不动周圆的 这个藏式已经开采出来了 就是本明正吉 那就名为什么 注意加两个字 吉 究竟如来 就是究竟如来 好 那就所谓的报身 报身有个是自受用 还有一个他受用的报身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印身如来注意印身就是印化身 好 就是千百亿的化身是随机印性 注意 这个 随机的这个 注意 这个 就是要 印什么 印众生的什么 对 还有他的因缘 对不对 随机印相印而现 对不对 因因因什么法而来得度 你就要说什么法 好 使积聚什么为生 积聚什么为生 对 是以积聚 积元 以为生 好那既然你们会讲 这个印化身是积聚 居元 以为生 你们告诉我 法身是积聚什么为生 我已经讲过要积聚什么 对 庙里料法 好现在你们知道法身 还是在印化身 好那报身是积聚什么为生 积聚什么 好 知道了 这个智慧是指什么智慧 对 对 因为在常住 庙明不动 周圆 的 这一个战绩的心境当中 没有所谓的来啦 去啦 迷啦 悟啦 生啦 死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 智慧 这样老师 所以说有人讲 法身如来 报身如来 跟印化身如来 你要知道他重点他是 以什么为生 以什么为生 就是积聚什么 才是以法身如来来称呼 报身如来是积聚什么 印化身如来又是 积聚什么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 好 如有所谓的积聚积元 如有可肚子积元 极限八向 成道 八向成道 有人讲说 老师 这个八向成道 我已经看过好几次了 就是不晓得什么叫八向成道 那个八向成道 这个南传佛教 跟北传佛教 稍稍有点不同 老师现在因为这边有讲到八向成道 你们不用去背 听 你们听就好 所谓的八向成道 有指佛陀一生的化乙 化 化就是变化身的化 乙就是这个微乙的乙 这个呢 这个南传北传都是不一样 比方说 以八向成道来讲 就是 将 都率相 就是说 因为 世尊 他视线八向成道 我现在先将八向成道先认一次 这个将都率相 接下来是什么向 脱胎向 过来呢 讲身向 过来呢 出家向 出家以后要做什么 出家以后接下来呢 出家向 出家向过来以后呢 出家以后接下来是什么向 出家向以后接下来是什么向 出家向 你还没有想 想某 你怎么 你怎么有办法来成道 对不对 就是什么的想某向 成道之向 接下来 接下来 你成道之后 接下来 是不是要说法 说法向 接下来 视线什么 对啦 视线涅槃向 这个就是所谓的八向 知道没有 这个就是所谓的八向 好 好 世尊 好 我现在来问一下 老师 老师 问到我们的 什么向都搞不清楚 所以我现在老师呢 大概 大概先描述一下 这个 将兜率向 这个大家不陌生 因为 世尊要将兜率 天之时 他这个大地 就是展现一片的光明 而且大地震动 大地震动不是像我们现在说天在地变的大震动 大震动那是唯有圣者可以觉得 唯有圣者可以觉察到 知道 不是说天崩地泪那一种大地震动 这个时候 连魔宫都会隐蔽 魔宫只是隐蔽而已 对不对 好 至于 我们所说的这个脱胎像 当然老师没有办法描述很清楚 这个脱胎像就是说大胜 大胜鸡者 就是说大鸡者 他会见到怎么样楼隔 殊胜的楼隔出现 但是假如就是说 我们当然不能够说小鸡啦 就是说根气稍微做一点 就是见到六崖白象 那一般这个经典上就会讲六崖白象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现在来讲降生 世尊 几月几号 降生在 南平寗园 遇佛姐是什么时候 啊 啊 讲清楚一点 4月8号 那4月8号 不知道在10月8号 4月8号 好 那出家像呢 世尊几岁出家 啊 30岁是成道 几岁 19岁 对不对 世尊 这个19岁出家之前 他见到他来 这个宫门里面的室门 啊 见到这个身 见到什么 啊 对病 还有什么 苦 还有死 病死苦 生那一定生向 老 死 苦 生老病死苦 就去掉那个生 但是有啊 他是见到 这个嗜苦 所以呢 他在这个 觉得人生无常 人生无常 所以说呢 他呢 至尊在2月7号 这个都是讲农历 在2月7号的时候呢 他这个 夜 或半夜 他来到这个苦恨林 他剔除 虚法 出家 知道没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 这个 在2月7号的这个 半夜或半夜就是相当于 晚上4点 一直到早上8点这段时间 这个后夜 好 那相当后夜就相当于 讲是讲2月7号 那其实我们通常讲到2月8号 对不对 像我们坐飞机一样 对不对 坐飞机的时候他假如讲说 凌晨几点 不是假如比方说你现在是10月10号 对不对 凌晨 说实在 我与我们人日常来讲 是已经几号了 对啊 所以要注意 我严肌没见到 对不对 他不等人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 这个想某像 在想某像的时候呢 大家都知道 波许 派遣三个魔女 但是这个魔女啊 他要来扰乱世尊的定性 他是世尊用定力 让这个魔女可以自见身上之虫 八万四千虫 他知道你此生不尽 所以这个魔女呢 他就自动 自动离开 那 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 怎么样 今天大家都非常的那个 我都没有觉得说我们这个空调 那这个门是要不要开一下 门开一下 那是不是要开一下 没有关系 那这会不会影响别人上课 不行不行 他们也是门开开的是不是 可是我们麦克风的音声 那我们慈悲一点 透一点点 这样子 好那我们慈悲一点 既然要牺牲的话呢 就要成全一点 我们这边门开开了 这个麦克风 我相信我们的麦克风一定会 一定会 因为他这个功能性 一定很 很殊胜 一定会 扰乱 啊啊 老师是希望大家 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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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他不要开门 所以说呢 尤其是那个Push年 他刚刚是就是以天雷 还有铁丸 还有刀枪 剑 轮流向世尊发射 他是以世尊的定力来讲的话 以世尊的定力 是用定力来降服 世尊不是显神通 要搞清楚 世尊都是以定力来降服 令所有的这些铁丸啊 刀剑枪具呢 在空中 停留 化成零化 所以世尊当初在小某的时候 大行神通 不是说跟Push年 那时候 不听不听 那个是以定力 他以定力当中 所有的一切的武器 包括铁丸啊这一些 枪具这一些 在空中 停留 停留 所以说世尊也没有用这些刀枪剑 来反伤 Push 没有 这个就是代表世尊 以内定力 还再加上慈悲力的显现 这个要非常注意 老师这只是我提的 真正要讲八向陈道 要讲了好几个小时 好 所以说 在陈道向就是说 世尊 想某之后 他入于定 入于这个定 这个定就是所谓的 即媚之定 也就是所谓的我们的自性定 知道没有 入于自性定当中 世尊可了悟到 众生所有的生老病死 都是因为妄想执着之关 当然 当然 世尊当时也误到众生是以什么因缘 来出生 使生出他生 当然这个所悟 是极其极其的深奥 极其的深奥 所以说这个传道向 入定之后 过去种种的生老病死 对不对 世尊都 悟得非常的透彻 那世尊内就是在12月8日 对不对 明星出现之时 世尊悟了 世尊悟入 真正的究竟到之后 世尊讲了什么话 皆有什么 如来得相 都是以什么 而怎么样 而不能正德 对不对 这样听不懂 这个就是最明显的一句话 都是以妄想执着 我说一说是不是 你自己假的 我再继续问 头就越来越低了 好 这个就是说法相 真正的 真正的有佛法身 那个是在于 哪里 是渡吾比丘 但是真正世尊 这个入定之后 真正的世尊开始是在定中 说法言 在定中说法言 刚刚开始 是说法言 但是真正有 有这个所谓的 什么 三宝 那就是在 什么呀 入院 为吾比丘来说法 这个老师只能够短节短节 这样子提示 那接下来 在这个 在2月15日的这个中夜 中夜 因为 有人讲这个夜中夜 前夜中夜 老师跟你讲 印度他们算时间 他们是以 晝夜六时 所谓的晝夜六时 不是说 晝六时 夜六时 他一时里面有四个小时 对不对 所以晝六时 对不对 晝三时 夜三时 那是不是总共是六时 对不对 四个小时为一时 所以说 假如是 有的经典 他是做明 前夜 有的是叫从6点到10点 那有的是从8点 到到12点 假如我们以8来讲 8点的话 晚上8点 8点到 到 4个小时 是12 12到凌晨4 4到 这个早晨 就是8 是这样子来算的 印度算时间 是以晝夜六时 就是 晝三时 夜三时 每一时都有 四个小时 这个是以区域来 来算 所以说 假如 我们要知道 世尊世线 捏盘之时 就是在哪里 居士纳体的 这个双 双树源 知道没 所以你们大概要知道 大概 那个是在于 假如说要讲 不是讲西元 讲寄言前 寄言前的话 应该是在383年 383年 所以说因为刚刚讲到八项成道 所以老师就是大概稍微提示一下 稍微提示一下 好那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 如来密音 我们已经讲到了 四线八项成调就是 经典所讲的 你们现在翻到第15月 到时候第2行 要经典所说的 自觉 语言 就是说自觉已经圆满 究竟圆满 才能够觉他 如来应是 这个就是应生之一 好 假如 连的 密音两个字 因为我们前面 刚刚所讲的都是如来 对不对 法生如来 报生如来 应生如来 现在我们讲密音 现在请翻过来 假如连着下面密音两个字 那当时属于什么 两个两生如来 属于什么 对 报生跟应生如来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 法生如来 那暂时呢 没有提起 为什么 因为毕竟 法生如来 法生如来 注意 法生如来是 积聚 妙理妙法 是以 法生就是以 毕竟空性的 离体为生 对不对 那因为你讲到 自觉圆满 还要利他 当然是以报生如来 跟 硬化生如来 现在我们翻过来第15月 好 这个密音 注意 这个密音不是指一般事项的修行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讲到了第16月了 这个密音不是指事项上的修行 对不对 那因为呢 开选密音之可解 不是事项之修行 之所以 称为如来密音 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因为 实方如来 之所以 得成 就近的果决 所依的 因地心 这个地方要搞清楚 如来的密音 他不是事项上的修 是因为 实方如来 之所以 可以得成 就近果决 所依的 因地心 这个是成为 如来密音 这个就是秘音 这个密音就是所谓的 他与事项的修行 不同 是不同的 好 一级一切众生所聚的什么 两个字念出来 是 是菩提涅槃本源的清净之体 可以当作是修正果决的因地心 在这个 我们 刚刚所讲的这一段 菩提涅槃本源的清净体 我们刚刚讲过 在157页里面都有 好 主位 我现在先提示一下 很多人 在老师讲 哪一页哪一页当中 却变成 另外一种 不实际的一个 修行的方式 他就是 第几页第几页 人家假如问他这个法语 是 如何诠释 因为他说 就叫第几页 你这样子回答人家是不对的 第几页那个是老师告诉你 这个法源的出处在哪里 不是要你用第几页来回答众生 众生所了知的 他要了知就近义那个义理在哪里 你不能够只回答说大家第几页 对不对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是对众生不敬的 对不对 有人教说 老师那个 这个 通常我们讲 建经本源 那建信 那变成 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的时候呢 改成如来藏的时候呢 那我们在哪个地方查得到 我就告诉他 因为你现在要问 法源的出处 那我就告诉你 那个是在370页 对不对 你要是让我老人家知道 人家在问你法医的时候 你就告诉他第几页 我告诉你 你这个太对不起众生了 千万记住 那个页码是你自己在精进时候法源就出处 你不能够用这个页码来回答众生的义理 这个对众生来讲这个是大大的 怎么样 这个是不对的 修行者不能够这样 为什么因为你告诉他这个第几页 他打到那个第几页 他也不晓得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你要真实的义理要告诉他 你说喔 为了让他放寻 有所考据 那你就说 这个页码在第几页你可以找得到 但是你必须要事先将那个法医 讲出来 很多人都是将那个页码 记得很清楚 页码记得比法医更清楚 然后你那问他的时候呢 就只是在记页码 你这个你辜负众生 你也对不起我们世尊的这个大圣者 我们的这个三界的导师 千万要记住这一点 好 接下来我们看 这个十方如来都是依照这个本不生本不昧的因地行为本修因 然后才能够原成果地的修正 众生人人本具 但是却是怎么样 迷而不自觉 所以他未能医治而修正 医治 这医治这两个字是指什么 医治就是指什么 大声的讲出来 这个医治是代表什么 对啦你看这个第三行有没有讲有没有看到皆医 有没有第四行一个就是未能医 你知道这个是哪在指什么 就是在我们指的我们的本不生本不灭的根性 也就是指我们的佛性 所以你不要光是白字黑字这样念出来 你不晓得这个皆医治 一个是未能医治 你就知道这个差别到底是在哪一个地方 就是因为未能够依这个本不生本不昧为本修因来修正 所以众生怎么样 没有办法来开采出 假如 因为 你没有办法依照本不生本不昧的根性 为本修因 所以你没有办法开采出众生人人本具的佛性 对不对 所以就注意这一点 所以说我们称本不生本不昧的因地心 也可以称为是什么 密 也可以称为是密 你若能够了悟此密因 那就是相当于你已经了悟到 因地心之始 因地之始要以本不生本不昧的根性 为你的因地心来修行 这个才是如法 好 又呢 这个 我们这个如来密因 他这个 不止止是因性 注意这个因性 就是说 不止止是 你成佛之因 也就是 不止止是你因地修行上的本修因 也是什么 以及是果性 这个因性与果性是相对的 这个果性也就是说 你要正成 究竟的果决 那你一定因地心要对 你的因地心 就是指如来的密因 如来的密因就是指本不生本不昧的根性 因为如来虽已经正到结果 但是仍然是不离正因而正果的 所以应该果海果侧因缘 这个要聊着这八个字 这个有一个提问 他说 既然是果性 意思就是说 既然 这个如来密因 他是果 究竟果觉之性 那又为何又名为因呢 那这个答了 我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他说你必须要 见 注意这个见 见识 这个见不是肉眼之见 而是要用 怎么样 你的心性 来悟 所以说 必须要悟到 这个本不生本不昧的根性之后 才是 究竟果觉的因地心 我再讲一次 这个很重要 需要见这个见的旁边 你要 画乎 学一个 悟了 你必须要能够了悟到 要能够了悟到这个本不生本不昧的根性之后 你才能够 予以这个 如实的因地心来修行 然后才能够证得究竟果觉 所以这个本不生本不的因地心是不是究竟果觉的因心 是不是究竟果觉的因 以究竟果觉当作果的话 本不生本不昧的根性是不是因 所以说如诸佛如来之所以可以证成就证 果竟果觉 那个就是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是以本不生本不昧的根性 为本秀因 本不生本不昧的根性就是代表我们的佛性 佛性相应在众生门头 他是凌凌绝绝 所以他称为本不生本不昧 好接下来 佛如 要注意到这一点 就是说他这个地方所达的 需要剑齿这个剑旁边你一定要写 必须要撤悟 要撤悟 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看 好 而且更需要依此 有没有看到对 更 更需要依此 圆战不生不昧之性 这个圆战 为什么 是如如不动 对不对 骗十方法界的本不生本不昧的因地心 对不对 作为因地心 要趁性取修 趁 就是依据 依据这个本不生本不昧 圆战不生昧性 他这个 地方有写一个趁性 这个性指的就是 圆战不生昧性 好 趁性取修 然后呢 才能够获得 究竟的果觉 而此一性 这个一性指的是哪一性 很好 有智慧 就是圆战不生昧性 好 依此圆战不生昧性 才能够通因侧果 通因侧果就是说你因地心对了 因地心正了果地觉 绝对不歪去 对不对 好 故如来在破事显根 破事注意 这个破事是破忘事 显根就是显示更性 破事就是含什么 好 望是非心 望是无体 望是怎么样 对 望是无助 很好 那这个所谓的显根就是十番显见 显示怎么样 见是什么样 能见是什么样 是见性在见 对不对 能听闻 是不是文性在听闻 所以说你不要 光是这个破事显根 你就这样子念过去 所以说你真正在用心 你现在用心 你以后 就是很如实的 以因地心来证成究竟过绝 所以说在破事显根当中 你一定要注意 这个就是在哪里 就是像那破忘显身周里面 对不对 就是 为了要怎么样 显注意 这个显就是要开显 开显这个秘因 所以说在 破忘事 显根性当中 重点就是要来 开显出 这个秘因 对不对 开显出这个秘因 千万要记住 这个秘因有人讲 说老师秘因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佛性 可以这么讲 就是这样子 好了 用秘因两个字 注意 是在前 五种人之过失 秘因是在前 五种人之过失 这个秘 注意 这个秘这个一个字 这个是要遣除什么 凡夫 外道 全教 要拉小甚至四种人之过 对不对 有人说 老师 刚刚不是他讲五种人之过吗 第五种人在哪里 第五种人在哪里 这可见得 事前没有做功课 第五种人在哪里 第17月的第1行 在前什么 利根狂会人 在前利根狂会人 这个利根狂会人就是第五种人 这样知道没 所以说要精进要精进就是这样 好我们现在来看 因为 以比 这个比就是这四种人 凡夫外道 全教 小甚 这四种人 因为不达 所以不达就是说 他不能够了悟 这个秘因 就是所谓的 我们众生 本具的 本不生 本不昧的根性 是成佛的真因 这个不能够断掉 本不生 本不昧的根性 即是成佛的真因 好你这样把花条线下来 却反而认 六四就是意识的往心 唯心 而错乱的休息 对不对 成佳 取劳 中午时果 你看是不是 你是不是这种人啊 有人跟他 蜜蜜笑 不承认 因为 对不对 因为他现在已经开始用死觉之字 所以我们在看第1卷当中注意 这个第1卷当中 诸修行人 之所以不能够证得无上的菩提 有人说老师很快 第154页 这个诸修行人 所谓的诸修行人 他所以没有办法来证成无上的菩提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来开采出本不生本不被的根性 令我们的战绩心性 我们的佛性开展出来 那就是因为什么样啊 因为他错乱修行 乃至于 别人成为 身文原诀 或者是外道 甚至于诸天的魔王 以及魔的眷属 即使由于什么 由于不知两种的根本 这根本一个就是真本 一个就是妄本 而错乱修行 这个我们都讲过 犹如 你主杀欲成为家传 众今成节终不能等 为什么主杀不能成为家传 因为你主杀 百千万绝 这个也是只有热杀 对不对 因为杀 他不是家传之因 对不对 所以说你若是不用本不生本不被的根性 你百千万绝成点节 你都没有办法证成究竟的果决 一定要注意 所以呢 我们世尊为了要令人来舍忘本 而易于真本 易于真本 所以呢 必须要了悟到 我们无上的菩提 我们的涅槃的妙性妙性 何在 对不对 就在你的六根门头 好 那这因之一致 也是在显这个 利根狂会人的过失 为什么 因为这个利根狂会之人 他未能够究竟明了 众生本具的本不生本不被的根性 只是 正因佛性 正因佛性 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我们的这个佛性 对不对 需要 除了你了悟到 这个上根利根 这个利根狂会之人 就是因为 他只是知道 我们本不生本不被的根性 是正因佛性 但是呢 还需要怎么样 仍然需要 假借 了因佛性 跟远因佛性 所以正因佛性 才能够被开显出来 所以呢 他呢 所以 这些 所以 乃至是天真 至是这个字 就是指利根狂会人 利根狂会人 你这个把他画一个箭头下来 这边不是有个字是天真吗 这个天真是什么 这个天真指的是指什么 不是说这个利根狂会的人很天真 而是怎么样 他自以为 我们众生本具的本不生本不被的根性 众生本具 他认为本来是佛 而且他怎么样要顿气怎么样 他要顿气 捐这个气 他认为不需要修正 为什么 注意哦 这个利根狂会 这个狂会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这个狂会 狂会就是说 不能够 很如实的了物 世尊所开示的意理 自以为是 对不对 所以他就认为 那正因佛性 众生本具呀 对不对 他认为有了正因佛性 他不晓得正因佛性 是众生本具 但是必须要加借了因佛性 跟远因佛性才能够令正因佛性开现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狂会人 他认为说 那本来是佛 可惜你现在不是 对不对 啊 通常我们讲 众生 本来是佛 老师是劝大家 千万记住 你要对众生 有因缘 在一个探究佛法 或者是探究到新进大法的时候 你这个要稍微提示一下 众生 本具有 佛性的本质 就是本来有成佛的本质 你不要讲说你本来就是佛 那众生会认为说 我本来就是佛了 为什么我现在才会变众生呢 我现在又人真修行 对不对 那是不是我 成佛了之后 我又会变众生呢 他一定会有这个问题 老师在那个地方打转 所以说你要讲说你本来是佛 是本来有具足成佛的本质 那个后边那个本质 这两个要加上去 但是呢 你有本具的佛性 但是还没有开采出来 他会问你说我为什么要开采 因为无始绝来 我们都有习气 那是无名的动念 有习气 所以说我们要去掉习气 成为开采 对不对 你要这样子跟他诠释 你不要把他咬不住 咬不住他 未来再让你咬的时候 那个就是很难挑难辅的众生 这个要注意 好 所以说呢 要注意 利根狂烩之人 他自是天真 他认为他本来就是佛 所以他顿捐修正 他以为不需要修正 本来就是佛 好 所以他不依方便来进修 这个方便指的就是指 了因佛性跟远因佛性 对不对 了因佛性跟远因佛性 假如你们现在还陌生的话 我大概再 再诠释一次 这个了因佛性就是说 佛性本具 具足的三昧定当中的会 我们必须要依照教理来原物 来原物到我们的藏性是首嫩言的定体 这个就是所谓的了因佛性 你们现在就是怎么样依据世尊所开示的妙礼 对不对 来开启你的使觉知智啊 智慧啊 然后你要去原物到我们的如来藏性是首嫩言的定体 这个就是了因佛性 那是什么叫原因佛性呢 原因佛性就比较广泛了 原因佛性就是说你必须要修福要修慧 也就是相当于善心的一个开发 对不对 有文慧、诗慧、修慧才能够真正入于三谋的 这个就是出世的善法 这个就是以了正因佛性、了因佛性跟远因佛性 那现在呢老师就稍微稍加介绍一下 所以说我们要了知 你若是不以方便法而进修 就是说你只是了知 正因佛性 重生本具 那你要是顿器修正的话 没有依照了因佛性跟远因佛性的话 那你终无得证 例如 旷虽然是有经 但是你若是不假借断念 去杂志 那终究只是旷 而不能够成经 知道没有 这个是我刚才已经一再的诠释了 但是注意 这个秘因 就是两种根本当中的真本 就是一个是真本 一个是妄本 真本就是我们的怎么样 我们的菩提妙性 妙性 那也是指两种根本当中的真本 我们的这个本经上 在157页里面 就已经在强调过了 在阿难 我们所说的 阿难 对于这个 圆的开 世尊对圆的开释 以及佛罗纳敏多罗尼子 对于 这个五大圆种的开释当中 我们都可以一探究竟 在这个五十 菩提涅槃 在这157页 原是清净体 注意 五十节来 众生本具的佛性 菩提涅槃之性 原是清净之体 则是辱金则 就是你现在 众生的 世经原名 世经就是我们第八世本世的精明体 原名的本具精明之体 158页的倒数第3号就可以找得到 人生诸元 所有的一切的相分 对不对 人生诸元 这个在160页的第1行 援手仪折 现在呢 就是说 众生 原本有零零 决绝的佛性 但是呢因为一念无名之官 而以 阿赖也是 为体 阿赖也是当中 原本是清净之体 因为阿赖也是没有实体 他是一直在藏体为体 对不对 所以说呢 阿赖也是当中 有所谓的见分跟相分 能生诸元 就是能生见分跟相分 但是呢 就是因为有见分跟相分 这个见分 就是来自于 一念无名 将我们的本觉 零零觉觉的觉性 变成为见分 这个见分就是能见 有一个能见 能见是不是相对所见 对不对 就是因为落入于能所恶分 能见 就是所谓的相分跟见分 所以呢 众生没有办法 还原到本世 没有办法清 见到我们阿赖也是 也就是我们的第八世的本体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开采 开采就是在断货 断货 货 也是虚妄无实体 但是他确实有一个污染性 有一个污染性 无名也没有实体 但是他是遮盖 众生 零零觉觉的觉体 要注意 所以说呢 他众生 没有办法 还原到本世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都是用见分 在见相分 对不对 那你见分 是什么 见分是无一念无名 将我们本觉 的这个星光 变成为什么样 一个妄能 所以你要以妄能 来 反原到你的本 就是 你要用你的妄能 就是所谓你的见分 对不对 要能够 悟到 你的 本觉 一众生 本觉的觉性 这是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妄能 是不是 本觉加上 一念的无名 将本有的星光 展成妄能 你用妄能 要来透视 对不对 阿拉耶士的本体 那根本是不可能 阿拉耶士的本体 你都没有办法透视到 你怎么有办法 再透视到 我们的 本不生 本不灭的 如来赞妙真如性 对不对 这个就是所谓的元首遗者 在160页里面 这个以前我们都讲过 所以说众生在迷的时候 我们这个非施硕士 就是说 我们 这个阿拉耶士 也可以讲说我们的如来赞心 众生在迷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的如来赞妙真如性 本来就没有失去 但是好像失去 为什么好像失去 没有办法奇妙用 没有办法奇妙用 死者仍仍是本具的 所以应该要取为 在因地修行时候的本修因 就是所谓的如来密音 十方如来 之所以可以正成菩提 迷不一 迷就是说没有 就是无有 无有不一 死 密音 阴心就是密音 而成究竟的果决 死之密音 就是什么 念出来 这个要画两条线 死之密音 即是即场的行性 也就是我们舍磨他 对不对 舍磨他的这个定体 如来密音 就是舍磨他的定体 在十番显见当中 为了要 悬持密音 世尊 在十番显见当中 都是在悬持密音 就是在悬持我们即场的行性 对不对 十番显见 大家都不陌生 在一百八十七页 你们都可以找得到 非为敬在 跟踪 就是说 非 就是说 本来 他不但 这个我们的如来密音 他是在我们众生的六根当中本具 一静来讲 一静来讲 他就是在我们的六根当中本具 实则 实际上 他缘可以涵盖万法 静在六根当中可以显现出这个密音 也就是说我们的即场行性 对不对 但是 假如一扩大 来讲的话 他是涵容万法的 这个密音是涵容万法的 所以说什么叫做万法 四颗就是万法 是什么叫做四颗 什么叫四颗 讲得出来吗 对 就是所谓的 五云六入 十二处 十八戒 这个就是所谓的四颗 加上这个七大 为什么是本真 为什么是本真 都是依如来 葬姓为体 所以是称为本真 对不对 荣七大 无非是藏性 这个在 这个以四颗来讲 为是本真可以从376月当中 可以了悟到 荣七大 无非是藏性 这个在479月 他法院的出处 名三种 申序之音 那这个大家更 不会陌生 讲到这个三种申序之音 就是558月 申序我们就可以了知是谁来为尊责 佛罗纳密多罗尼子 还有显示 简五大圆荣之故 那个就在597月 若是要全章三章不离一心 这个就是在611月 老师现在是讲 但是你现在这个 这个页码你要记起来 记起来 我们这个都讲过 如来密英之子 注意如来密英之药子 可以显发无疑 在哪个地方可以显发无疑 那你是给我听听看 那你是给我老人家听听看 你要如来密的药子可以显发无疑 在哪个地方可以显发无疑 很认真的去参救 很认真的讲不出来 在哪里如来密的药子 在这个 可以显发无疑的话 你必须要了知什么 四科 为是 本真就是为是如来藏妙真族性 七大也是如来藏妙真族性 三种身序之因 是因为众生不了悟 对不对 如来藏妙真族性 乃是一法不利一成不然 所谓一念的妄动 对不对 所以有三种身 跟相序 三种身序不是身序两个字连起来 就是怎么样 世界之身 众生之身 业果之身 这个就是众生相序 这个就是众生相序 世界相序 业果相序 五大圆容 五大他彼此 没有所谓的请夺的现象 为什么 假如你以相来观 那五大都是障碍 彼此有障碍 但是你以相是旺 信本真 对不对 相旺信真 那个就是五大 都是圆容 彼此圆容 互不障碍 对不对 好 因为五大都是以如来藏的为体 对不对 所以是圆容 好 全章三藏 对不对 空如来藏 不空如来藏 空不空如来藏 这个都是在诠释 我们的如来藏训 都是众生本君子 如来藏妙真有信 所以说 提宗此一句 什么叫做提宗此一句 这个此一句是指哪一句呀 对很有智慧 嗯 提宗此一句 就是指如来密音 这个在我们的本经当中 我们这个经文当中 也就是我们的能言见当中 占三卷半之文 所谓的三卷半 三卷半是不是 三卷 上去是不是第四卷 从 一直到达第四卷的中间 有人讲说 老师 这个第四卷的中间 我告诉你 因为这个 第四卷 注意 这个第四卷是 我不晓得 你们有没有 这个 我们这个十卷里面的这个页吗 没有 有没有页吗 有没有发给你们 好 你们现在翻开 这个第四卷 是不是从549页 一直到743页 对不对 那真正的 再讲如来密音 就所谓的 怎么样 无声无碍粥 是在第666 662页 那662页是不是已经涵盖了第四卷的一半了 所以就成为三卷半 知道没有 要活用 不是说三卷半 是在这三卷半 第三卷刚好是548月嘛 也就是破忘前正周嘛 对不对 那假如在第四卷的662页当中 对不对 那就所谓的无声无碍粥 那是不是占了三卷半 对不对 好 所以说 也就是说 世尊回到阿曼所谓的 三明当中 什么他 对不对 妙三卷 对不对 好 这个三明当中 所谓的妙什么他 对不对 三明当中 三明啊三明 对 好 所以通常呢 我们在讲 世尊在对于阿难的开示 还有佛罗那米多罗女子的开示当中 都足以可以了知 如来密音的要知 这样知道没有 所以通常呢 我们要了知 这个妙什么他就是说 在这个第1卷阿难求是真心 求世尊的开示真心 因为世尊对于阿难 已经开示过 妄事无处 妄事非心 妄事无几之后 阿难请世尊来开示真心 所以说呢在经卷文当中就是说 在开示我等 这个我是指阿难尊者 这个等是指与会的大众 当然也是包含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众生 这个经文是出现在149月 开示我等 舍磨他路 知道没有 没有舍磨他 此三族的藏性就是我们的自性本定 所以这个自性指的是众生本具的佛性 知道没有 也就是佛定 也就是自性定 就是自性本定 若能够开解 照了此 我们的自性本定的话 那就是所谓的是什么 念出来 那你唯密关照 唯密关照什么 唯密关照什么 我们刚刚所一再强调的是什么 如来 如来密 所以说 此三族的藏性 即是自性的本定 你若能够开解照了 此自性的本定 那必须要借着舍磨他的文密关照 这个要划双条线 这个要划双条线 好 至于这个如来密音就是因为刚才在我们的这个600多页当中 讲过要有如来密音 所以老师不得不 讲如来密音要如何 去诠释 跟大家 这个说明一下 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 现在呢 请大家 我已经讲过了 我们的这一堂课 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 这堂课开始 我们即将要进入另外一种的新的这个这个单元 我已经讲过要上什么课 你讲过要上什么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十二类众生是从哪里来的 对不对 那讲到十二类众生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 这个十二类众生讲的对是缘起 就是染缘起跟禁缘起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探究到一个大单元 都一定会讲到 十十因 十十因就是十种地狱的恶习因 知道没有 你造了这十种恶性重大之因 你的六根 全部都造了这个 这个十种 重性 就是恶性 的这个因 六根造十十因 我跟你讲 那地狱就跟你有缘 地狱就跟你有缘 所以说我们会讲到这个十十因 还有一个六交报 六交报就是 就是讲说奇怪 造月的时候是六是在造月 那为什么受报的时候是六根在 受报 因为我们的根六根 是境界的出跟入 对不对 我们的六是是不是六根面对六层境界 对不对 六层境界入 比方说入以引根的话 那就是是不是有个入 那我们是攀岩六层境界是不是出 所以是出入 所以说是六是造月 但是都是有六根的出入 所以是六根受报 所以这个就是六交报 六交报 现在呢 因为 我要让大家能够了知一下 这个地狱之因 有人常常讲 有人常常很喜欢去问 老师 我这到底是有没有地狱 老师这个地狱是 是一个地狱 还是有好多种的地狱 那我现在呢 现在你们先翻到一一二零页 我们现在要讲如来对式元气 如来对式元气 好现在呢 我让大家翻到一一二零页 我们能源均 翻到一千一百二十页 你必须从如来对式元气 因为元气有的一个是染源 好那你们看到这个倒数 看到这个一一二零页的第五行 如来对式元气当中 有没有看到此刻即分成为四 一个就是如来呢 所大众要承听 第二个 好 所依的真如是为诸法这本源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这几个字 好那么呢染源起 依染源而起 那就是遍成轮回 舍此生去他生 若是依静元而起 就是历成诸位 就是五十五位 好那假如是染源起的话呢 从一一二三页到一一四三页 这个范围你们先写起来 那假如你要知道 喔这个染源 是有哪些 贫富就知道 那假如说 依静元起有历成诸位 那是一一四三页到一二零六页 到一二零六页 好现在呢 你们先这样注明之后 好然后呢 你们现在呢 先看我这个地方 这个可能呢 必须要在 等老师回来之后再讲 现在先看我这个方向 很多人 因为我们即将会讲到 这个染源跟禁言 也会讲到为什么有十二类的众生 为什么 造了十席的恶因就是恶性重大 这个地狱因 那既然造了六根造了十 十席因 就是所谓的 十种很恶性重大的这个因 守住的地狱 有人就一定会想知道这个地狱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我们这个分成两种类 你千万要记住 因为现在不跟你们稍作说明的话 有的人这个心啊 就选在那个地方 地狱 本来是没有 注意 本来是没有 假如以圣者来讲 你问圣者 有没有地狱 他会告诉你 因为圣者不造业 对不对 他会讲没有地狱 那假如以凡夫众生来讲 凡夫众生 你跟他问说有没有地狱 他也会回答你有没有地狱 但是以凡夫众生角度来讲有没有地狱 为什么因为凡夫众生 就是以七驱来讲 七驱 对不对 天人阿修罗 还有地狱二鬼畜生加上一个仙 仙道的仙 那总之是七驱 这个七驱共同的 这个通信 共同一定是怎么样 一驱 一念无名 勋动起无名 再造成有三驱 三驱就是阿赖也是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见分跟相分 这个三驱里面在起六出 境界为远长六出 这个境界指的就是相分 相分为远长出六出 那前面的六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怎么样 所说的怎么样 七转四 前面四出 六出里面的前四出是指什么 是指什么 字像 还有勒 对 对 很有智慧 这个事像就是七转四 既然有七转四 众生 循着业力 既然有祸 会造业 那业一定是随业有受苦 对不对 但是有人在讲述老师 这个地狱呀 我们对这个地狱的有无 我们要从哪一种的这个 这个 政治政界来探断 我现在 来问大家 你现在 要 非常 很仔细的听 地狱 本来是没有 始终已经在经典上开始 那个地狱之所以有 那个是因为众生的三 六出 因或造业 随业轮转 而有 别业 对不对 你别业当中注意 别业当中 别业当中就是 个人所造的业的不同当中 也有同样恶性 重大的这个恶性 知道没有 老师现在举这个例子 你们要注意听 这个非常重要 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就救不过来 比方说 贾先生 他是造 他在一定说他是造什么 他是造绑票杀人 注意 绑票杀人 好 这个乙先生 他 所造的意思 换火杀人 知道没有一个是绑票杀人 一个是 换火杀人 那第3个 这个第3个 这个第3个 这个第3先生 是怎么样 是怎么样 绑票杀人 我说第1个是什么 换火杀人 一个是什么 抢劫杀人 对不对 一个是绑票杀人 好 那你们先告诉老师 这3个先生所造的是不是都是杀人 取人 性命之恶性之业 好 那他们的恶性是不是同样都是杀人 一个是绑票 一个是抢劫 一个是换火 那是杀人 对不对 他们所造的是不是别业不同 别业吗 一个是杀人 一个是换火 一个是绑票 是不是三种别业各种不同的业 那就他这个恶性相同是什么 都是什么 对都是杀人 所以他这个恶性相同 诸有重大恶性的相同 自然而然就会感召有 怎么样 有地狱 就是相当于怎么样 比方说 我们以现在这个法律来讲 这3种杀人 绑票 勒手 这个3个 判起来都是死刑 对不对 好那么死刑是不是关在死囚 是不是关在死囚 死刑的地狱对不对 好那这个死刑的地狱 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地狱 这样知道没有 以类似来讲 对不对 因为他们三个人 虽然造了各自不同的业 但是他们这个恶性重大 都是杀人 他们被判的 的这个结果是不是都是死刑 然后他们死刑当中 我跟你讲 死刑 死刑会不会跟一般的 只是 只是打妄语而已 骗骗人而已 死刑会不会跟这个只是骗骗人家的 没有造成杀人结果的 会不会关在同一个监狱 对不对 你杀人犯火的 对不对 绑票热锁的 被判死刑的 此情况是不是在同一个监狱 他们这个恶性重大 虽然是别业所造的恶性之重大之性 是不是相同 都是取人性命 都是杀人 所以这个 杀人 所造成的恶性重大 被法律所判决的 他们关在这个 监狱 那原本这个监狱是不是因为他们 虽然造别业 所造成的共同的恶性重大 所被关的这个死刑的监狱 这样 以我们这个 以佛法来讲 这样我没有办法了解 个人造别业 你别业的性当中有这个重大的恶性 重大的恶性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对不对 绑票杀人放红 对不对这三种 这个恶性重大是不是相同 恶性重大相同自然就会 招致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什么 同分的地域 这个同分就是恶性相同的同分地域 知道没有 这样有没有办法了知 假如是以地域来讲没有造业之人 地域不存在 这样有办法了知 老师 以我来讲是有得到没有 就问你自己 问你自己 你不能够只知此事 而不知道过去事 但是你现在你已经好不容易 出生在人道 你就知道 人生 难得 精于得 这样知道没有 所以有人讲说老师那个同分地域 重同分 没有错 重同分也是来自于 别业当中 有一个共同的重大的恶性 所感 自的 这一个同分的地域 就是重同分的地域 是因为里面 恶性重大 所招感的这个地域 对不对 那我们 我们这个经文上面 所说的这个地域 有的是怎么样 是欧比地域 那假如是十方欧比地域的时候呢 欧比地域就是说怎么样 六根同时造十二因 这个我们后面都会讲过 老师只是大概稍微介绍一下 对不对 那假如 你在 欧比地域当中 你受罪当中 你在因地 有在毁磅 大圣 毁磅 磅磅磅磅磅 对不对 这个欧比地域是什么 是你自己的业力造成的 是不是 千万记住 这个欧比地域 我们先讲这个地域这两个 地域这两个字不是说 像我们这个市政府一样 有一个常驻的一个机构 对不对 这个恶性轻的人 比方说 他只是 这个讲谎话 也做欧比地域 杀人也做欧比地域 对不对 这个抢劫也做欧比地域 这个阿比地域不是像一个市政府一个常驻机构在那个地方等人 你不造月地域与你无缘 知道没有 那你这个造月之后 你这个心中 你心中会先成像 在这个十种恶性印当中 为什么称为恶性 恶性重大的习惧 会在你的内心当中 已经预先 就是预先构成有一个地域像 但是你临终之后 你就会直屈你自己所造的业的一个地域 这样知道没有 不是说有一个地域在那个地方等着 每一个人死了之后都是往地域里面走 不是这个意思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会误导众生 对不对 你有造业 那当然会依照你这个业性的群众 对不对 而且呢你假如在六根 六根全造十种恶因 那怎么样 那一定是地域之罪 那地域呢就是说你 不用说死后 你在临终之前 你就会遇见地域之像 那个地域之像 其实就是你死习因 十种恶习之因 所造成的 是你自己造成的 所以你会自己见到 这个地域像 那你死亡之后就直屈地域像 直屈地域 因为是你自己造的 所以说你通常 我们在讲死习恶因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注意听 接下来的课程都是跟大家 日常生活上 以及大家所调之上 这个殊胜境界 跟地域境界 那地域境界除了欧比地域之外 还有一个无间地域 对不对 还有一个十八地域 还有一个三十 二还是三十六 还是三十四 有人在 感谢在喊 不用了 还有一个怎么样 108地域 这个都是因为 假如你以六根同时造十恶因 那这个绝对是入 欧比地域 毁谤三宝那是十方的欧比地域 知道没有 所以说讲到地域这两个字 不是说老师劝你们不要怕 不是老师说劝你们不要怕 你们要了悟 你现在修的是什么因 你讲到在修本不生本不灭的因地心 对不对 你修的是暂解的心境 那你暂解的心境跟地域有什么关联 对不对 你假如是盲修瞎恋 你在你的六根面对六层境界全造十种恶劣的恶性之因 那地域当然与你有缘 是不是 重点是在于你自己 那你不知道地域因你本身必须要怎么样 你这个心中之祸 你要先除 那祸是来自于哪里 祸就是三世里面都是祸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你因为你六出三世以后转六出对不对 六出前面的四出对不对 那个就是所谓的七转世 你自然有七转世 那么你前五世 注意有人讲说老师 我们通常讲前五世 前五世大概涵盖起来 前五世就是涵盖才是民事税 那么第六意识呢他是怎么样第六是他是一种执着分别 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他是一种连串的 是一种连串的 所以说那第七意识第七意识那就是向外 执着于第六意识 对不对 向内执着于第八意识的向分为自我 所以说真正 所以真正我们在了悟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 你以本不生本不昧的根性 当作你的阴地心也就是密阴 来修行的话 那地狱怎么会跟你有缘 地狱怎么会跟你有缘 对不对 你若是不了悟本不生本不昧的根性 不了悟你本具的佛性就是善己的心性 你不了悟六成的境界本来就是必经空性 你在这个必经空性跟战绩的心性当中 你舍去不放 你舍去 不去探究不去执着 对不对 你却是死职着你的六四妄心 那六四妄心就是对于境界的攀远死职不放 你这个六四妄心老实告诉你 你这个六四妄心就是轮回之因 六四妄心就是轮回之因 那么注意六成境界 也就是让你舍此生其他生最大的一个缘 有因有缘 对不对 那你所造的 这个 这个 十种恶劣袭击的因 十种恶劣袭击的因 那地狱一定跟你有缘 对不对 有没有地狱是看你自己 知道没有 你千万不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以为说 不管我造多善 我怎么的 那一定有一个地狱 你搞错了 你搞错了 不能够有这种的观念 因为世尊 在我们的这个能源经典上面 他开示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说为什么老师说 这个下一个提示 我们再上 为什么真辱是万法的 法源 的本源 你染源起为什么会变成轮回 你禁源 就是会立成为诸位 诸位就是所谓的55位 全面有人讲说老师 55位和60位怎么区分 老师不是已经 跟你们讲了一个小窍门吗 对不对 55位 一个60位是不是 5位之差 5位之差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 3什么 不是跟你讲这三酸甘油脂就把那个 提出来 3什么 对 甘油脂 甘油脂 对不对 为什么没有讲到妙脂 因为妙脂就已经就进果位 知道没有 那这个 三剑次那个是因为刚刚开始要进入圣位的时候 他那个预备的阶段 知道没有 所以说三剑次甘油脂 刚刚他最后的这个妙脂 刚加起来是不是5 所以说这5位呢 暂时怎么样 但是就是不入离这个55位当中 但是他是 在于我们断货真真上 他是有的是存在的 这样知道没有 所以这55位是不是十姓 十字 十行 十会相 还有勒 是 十会相还有一个什么 四加行 四加行不是一位 有 对啦 四十位 所以再加上十地 等绝 这样知道没有 所以说你 在修行的境界上 你要对于嫩眼睛要有所了悟的话 就像今天我们讲这个秘因 秘因里面就包含哪些你要注意 那今天我是不是跟大家提示过有五周 五大周对不对 五大周练盲功 变成 美周灰周 不是那个五大周 那个周是一个 很大这个篇幅 对不对 所以说你我 写的那个叶马 你回去之后 你就看那个内影的科判 大当的 那是跟大家借眼的 你就可以找出 喔原来 嘿 这个无神无外周 是涵盖有哪一些 对不对 你就可以知道 哪有草有出魔咒 我是涵盖有哪一些的法医 我们要去探究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又是非常重要的 好你们现在呢先翻到 1120页 我们仍然需要在 这个 在时间上 我们不能够 这个 马虎掉 好我们现在看到1120页 好 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 染境恶远 我们从这个如来对视缘解 这个地方 第一行 小字的 染境恶远 都是由心而起 注意喔 染境恶远不是本来就具足喔 是皆由心起 心若迷 者 本来是应该要依照本觉的 而却在绝丧加明 而起不绝 对不对 绝丧加明 这绝丧加明 好 就是 即是染源起 变成12类的轮回诸区 12类众生 共同 所谓的七区 那假如心若是物 者 一道 虽然一道不绝 但是怎么样 是因为有解 有物 所以起始绝 那就是所谓的 静元起 上帝的55位 成为究竟的涅盘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55位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二十四尊 掌阿难言 善哉善哉 如等乃能普惠大众 吉诸莫世 一切众生修三摩地 求大圣者 从于凡夫 中大涅盘 全是无上正修行路 如今地听 当未如说 阿难大众 合掌 苦心 默然受教 这个就是我们下一个单元所要开始的 好 那现在呢请大家 翻到 1123页 1129 现在你们现在翻到 现在老师是 暂时做一个全面的一个介绍 让大家能够知道 你们有没有看到 1128月 1128月那个经文有没有 三四四方合合相色 就是有三四四方合合相 这个相色就是 以我们现在这个世俗话来讲就是相成的意思 三四乘以四方跟四方乘以三四 是不是都是十二 就是变化众生成十二类 这个以后老师会好好的诠释 让大家来了悟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看1129月 我们前些时候都已经上过了 就是说 因为 为什么 会有十二类众生 这个就是 事与熏变之相 是熏变之相 为什么 会有六层的境界 为什么会有六层的境界 对不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呢 这个六层的境界 现在看我这个方向 这个六层的境界 不是说 六层来盘盖 十二类众生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十二类众生 都有他的六层境界 我们人所面对的生成 跟鱼类的众生 面对的生成 一不一样 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眼前所见的色法 跟 这个水底动物上 鲸鱼所见的色法 一不一样 不一样 但是 都是怎么样 在十二类众生当中 都有他的六层境界 所以说 生 对不对 生的话 以声音来讲 以生成来讲 是不是有十二 对不对 以色尘来讲 是不是有十二 所以说这片 十二类的轮回 意思就是说 在六层境界上 十二类众生 皆有六层境界 知道没有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 如何有六层境界 在1、1、2、9月 我们都可以探究得到 对不对 然后你想 你轮回之状 为什么有软身、失身 胎身、化身 有色 无色 有想、无想 非有色、非无色 非有想、非无想 这个在1130页 这个就是所谓的十二类众生 是怎么来的 有没有看到 十二类众生是如何来的 好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到 好 假如以染缘曲是片层轮回 对不对 那假如以静缘 你现在放到1144页 好 你看 有没有看到 假如以静缘曲的话 就立成为诸位 1144页里面 右面 都讲得非常的清楚 对不对 好那现在我们所要讲的 你必须要知道 通常我们这个实习因 实习因 实习因在哪里 实习因在第几页 实习因 老师假如要讲实习二因 在第几页 你们有没有办法探究到 实习二因 好现在呢 这个功课给你们 你要找 什么称为 第一的实习因 什么称为六交报 你要把他找出 他在我们染缘军 这个页码当中是第几页 你自己要把他找出来 这个是功课 现在是我们上课的时候 我就会稍微问一下 就表示说 你已经在我们染缘军的 这个不敢是科判 或是经文上 都有怎么样 都有相当上量的 把他区分出来 把他区分出来 所以说通常 我们在探究经文的时候 你必须要知道 为什么 在诸曲当中 是什么原因 让他生 跟罪呢 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对不对 除了习气之外 还有为什么有分为内分跟外分 内分呢 就是众生的五蕴身之内 那外分的话 那当然就是指 身外的所有的种种的境界 而且 我们还会探究到 什么称为七情 通常我们讲 行入哀乐 对不对 还有一个 爱 悟 欲 悟 有嫌弃的那个悟 还有欲 欲望的欲 接下来那个都是 我们所要探究的 十十英雲 地狱的这个 种种的这个报 对不对 还有这个六交报 详细说明的话 这个都是与我们修行者 您在如法修行 以及盲修下恋上 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 所以说 在这两个礼拜当中 你们应该 稍微稍作 了悟一下 自己要去规划一下 他了之悟 这个地狱 你要了悟的地狱因是怎么样 是怎么来的 业性是怎么来的 七情是怎么来的 对不对 你都是 纯祥 对不对 跟这个情 刚才所讲的 这个七情 通常我们讲七情六义 七情六义 这个又是什么的相关 接下来这个篇幅也是蛮大的不小 这个就是在于实际 你在修行境界上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 有没有注意到这些 这样知道了 好我们今天呢 就是探究到这个地方 你自己要拿一张小字条 自己要记起来 自己来记 好我们今天探究到这个地方 就在这里 有个人 就在这些 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 在这些地方 我就是在这里 有没有注意到这些 我们今天就在这些 不是有没有注意到这些 发现了 有没有注意到这些 这个地方 就然后大家 那么我们今天 就在这些地方 这里 我们今天